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解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的运算符中的算数运算符 那这解课接着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的字符串运算符 那首先来看一下 在字符串运算符中呢 我们就用到这样一个点 英文的点 就可以来连接我们的字符串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通过例子呢 你就知道这个点 字符串连接符如何来使用 test小线2 字符连接符的例子 通过第二来实现 那现在你可以这样来 首先 echo一个 hello 那接着呢 你想再来输出下一个字符串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逗号 再来一个word 当然你可以一起来写 对吧 这样呢可能多此一举了 这两个字符串 首先你可以通过逗号这种形式 这个逗号呢是我们 echo里面独有的 那接着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这样来写 一个字符串 再拼上另外一个字符串 通过点来实现 它们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什么时候呢 接着往下来看 你能 echo的时候呢 你说能不能把它 附给一个变量 对吧 那现在两次是一样的 我说我不想输出了 我想把它附给一个变量 这时候 你说我写上一个 hello 豆号 word 接着呢 你说我把它附给一个变量 str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那现在你想把两个字符串 连接到一起呢 就需要用第二来帮你实现 接着 echo这个str 效果是一样的 那首先你看到了 拼接了两个字符串 还是helloword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想 都是字符串 我为什么还要这样拼呢 对 没问题 你完全的可以把它写到一起 这样写是可以的 但当我说想把变量 多个变量来拼到一起 或者说变量和字符串 连接到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经常的 会用到这个点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写上一个 dollarsstr1等于一个hello str2等于一个word 现在我想把它俩连接到一起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str1 点上一个str2 再点上一个什么呢 你说不点了 这就可以了 把它付给一个新的str 接着 echo一下 dollarsstr 效果是一样的 你看到 把这两个变量 复制给拼接好之后 复制给str 那现在你看到的结果 还是helloword 同样的 你可以无限的去点下去 你说在点上一个碳号 点上一个br 再点上一个dollarsstr1 点上一个dollarsstr2 你可以无限的去拼接 通过点就可以来连接 那现在你看到的结果 helloword 碳号 helloword 这样的一个效果 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点呢 是一个万能的 那接着再往下 有了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它 来做一个应用了 首先怎么应用呢 我们见过验证码 对 一般我们在 看网站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在注册 网站会员的时候 经常会让你填一个 验证码 那个验证码呢 你可能看到过 看到过很多种形式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简单的形式 纯数字的一个验证码 那现在我们会用到 这样一个函数 产生一个随机数 就可以了 想产生一个随机数呢 很简单 通过mt run的 就可以产生一个随机数 产生一个更好的随机数 为什么说更好的呢 之前我们可以通过run的 来产生 那现在呢 有更好的 我们肯定使用更好的 那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echo一个mt run的一下 写成一个1到10 那代表从1到10之间 随机的产生一个数字 每次都不一样 7 2 这样的效果 那产生1位你会了 我说产生一个4位的 你会吗 对 你说给一个4位数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问题 mt run的一下 1000到9999 这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4位的 你看到 5363 对吧 3380 同样的也可以 这是来产生这样一个验证码 但是我感觉这个验证码不好看 首先呢 我想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每一位颜色都不同的验证码 那先来试验一下 首先让验证码带上颜色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span中 写成一个span 斜线的span 现在在这里写一个x 那这比较简单 你就会看到一个x 那想让x带有颜色呢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来给这个span来点 样式 stil等于 color冒号RGB的形式 写一个颜色 那RGB它的值是多少呀 来个红色 255 0到0 每一个颜色值的范围是0到25之间 那现在红色满了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x 红色的 那现在我想要每一位的颜色随机 那首先这一块 是不是要求是一个随机颜色呀 那你就不能永远是这个255 那此时呢 是不是要想产生一个随机数啊 对 没问题 那把它换成三个x 先放到这儿 那第一个x你要换成一个随机数 0到25之间 来产生一个随机数 那这时候呢 你说我把它这样来写 0到25 记住 你这样写的时候 是把函数放到这个字符串中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串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像我们上面一样 需要把它放到外面来 不能放到字符串里面 那你看到外层的定界幅是单引号 那我们写两个单引号 两个点来连接一下就可以 记住写的时候 按照我这种写法 以等量代换的原则来写 同样的第二个x 也是两个单引号 两个点 mt 软的一下 0到255之间产生一个随机数 第三个同理 这样写你不容易出错 0到255 好 那现在你会看到一个颜色随机的 你看每次颜色都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只用把x换成一个随机数就可以 那首先呢 你说我要产生一个随机数 产生一个四位的 mt run的一下 写成一个 0到 1000 到9999 那这时候是能看到 但是你会看到四位颜色一样 对吧 所以说每次颜色不同 但是每一位的颜色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想要每一位颜色都不一样 简单吧 对 产生一个一位的随机数就可以了 写上一个 0到9 0到9 那这一个有了之后 我们想看到四个 是不是直接一输出就可以了 再一复制 一个 两位 三 四位 你想产生多少位都没有问题 你看到 一个每一位颜色都不同的验证码就已经做成功了 在这块呢 主要让大家来应用一下 如何来把字符串 你看到一个字符串 拼上一个值 其实呢 你把这个值拿过来 付给一个变量 和直接把它放到这 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等量代换的原则 带着大家来对这个点 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应用 来产生了这样一个稍微好看点的一个验证码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我们这个字符串 连接符 点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